把油漆乾掉拍成電影 一位英國的電影製作人查理·萊恩 為了要抗議英國電影審查委員會 不合理的收費 便在募資平台集資 打算給電影審查委員會一點顏色喬喬 原因是在英國電影要上映到院線 都必須經過審查委員會的分級 這個過程是需要付費的 當時的收費是以每分鐘7.09英鎊為單位 另外還要收取一個101.5英鎊的送交費 每部電影的製作公司平均會收取 將近1000英鎊的審查費用 查理非常不爽這樣的制度 因此在募資平台上募集了109英鎊 送交一部1分鐘的油漆乾燥電影給評審 沒想到這個計畫卻吸引了686位支持者 募集了5936英鎊的資金 讓查理可以送交一部長達607分鐘 大約10個小時的電影 逼審查委員會從頭看到尾 而審查委員看完了以後給出的結論是 油漆乾燥是一部展示牆壁上的油漆乾掉的電影 被列為普遍集 是一部適合合家觀賞的電影 你會想看嗎?